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华尔街科技,我们关注和科技有关的各类动态和资讯,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栏目,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被黑客攻击的问题。 路透社在昨天12月13日在华盛顿报道据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称,有外国政府支持的黑客一直在监控美国财政部和一个负责互联网和电信政策的机构的内部电子邮件往来,美国政府已知悉这些报告,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查明并对这一情况有关的任何可能问题进行补救,这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约翰·尤利奥特说的。 另外,据三位听取了简报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情报界担心,针对财政部和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的黑客是使用类似工具侵入了其他的政府机构,不过该人士并没有透露有哪些机构。 一位消息人士说,这次的黑客攻击非常严重,以至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上周六与白宫召开了一次会议。 这次的黑客攻击涉及到NTIA的办公软件,也就是微软的Office 365。 消息人士称,该机构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被黑客监视了数月,微软的发言人并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 另外,据知情人士称,据信为俄罗斯工作的黑客是一直在监控美国财政部和NTIA的内部电子邮件往来。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和传讯,美籍华裔研究人员对向中国出售商业秘密的指控认罪,美国司法部发布公告,指出曾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国家儿童医院做研究工作的华裔男子周宇, 12月11日在美国地方法院对窃取与外密体相关的各种儿科疾病的研究鉴定和治疗的商业机密,并从中图谋私立认罪。 资料显示,外密体是各国肿瘤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肿瘤产生的外密体,简称TDE在引起肿瘤转移,营造适合肿瘤转移的条件以及帮助肿瘤逃避免疫系统监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年50岁的周宇还对电汇欺诈的阴谋认罪。 周宇的妻子陈丽同时被调查起诉,周宇和她47岁的妻子各自在研究所不同的医学研究实验室工作了10年, 他们密谋从国家儿童医院偷窃与分泌体研究有关的商业机密。 司法部的公告说,周和陈的认罪协议表明,两人密谋窃取了商业秘密并贩售其中一项商业秘密, 制作了隔离包从而获利。 周宇在国家儿童医院的研究包括一种新型的隔离方法, 也就是将外密体从一滴血液中分离出来。 这种方法对周的实验室研究非常重要, 因为坏死性的小肠结肠炎主要是在早产儿身上发现的一种状况, 而只能从婴儿身上汲取少量的体验。 被告承认在中国成立了一家公司以贩售隔离包, 他们从中国政府如外国专家事务管理局和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获取了利益, 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斯·德默斯说, 12月11日的认罪协议凸显了司法部的承诺, 即保护美国的研究和商业积密不受到伤害。 一些人受到中国政府项目的激励而窃取美国的研究和商业积密, 中国常见的做法是通过窃取复制和更换来得到自己没有能力开发的产品, 而那些寻求从窃取商业积密中获利的人将被追究责任。 周宇和陈丽是在2019年7月在加利福尼亚州被捕, 陈丽于2020年7月认罪,承认合谋窃取商业积密和电信欺诈。 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 这对夫妇已经同意他们与犯罪有关的财产或收益被没收, 其中陈丽同意上交大约140万美元的罚款, 而周被没收的细节将通过量刑程序最终敲定。 中国党媒《环球时报》2019年9月的一篇报道, 把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周宇和陈丽窃取商业积密的调查, 称为红色恐慌, 说这是美国再次把黑手伸向华裔科学家。 我们来到下一个话题, 关注一下中国的半导体芯片。 今天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 《中国制造半导体芯片的努力正在失败》的文章。 这篇文章认为, 美国对华为的努力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表明了北京高度集中化的科技行业的脆弱性。 文章写道, 深圳是中国东南部紧靠广东省的一个1200万人口的城市, 是世界的消费电子之都, 它紧靠香港。 这个经济体的人口, 摩天大楼的数量和GDP方面甚至超越了某些国家, 同时它也是中国华为的总部, 这里也是中国与美国的高科技竞争的前沿地区。 长期以来, 深圳一直是手机组装的枢纽, 现在它将涉足手机制造的业务。 11月的时候, 由深圳市政府牵头的财团达成了一笔不太寻常的交易, 向华为支付了150亿美元, 并接管了该公司的荣耀手机品牌。 自从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和国防部的外国投资黑名单被加入以来, 华为一直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 文章认为, 深圳市政府将钱汇入了一家全球科技巨头并最终成为廉价手机制造商的奇怪现象, 象征着中国在发展自己的技术方面的问题。 中国有雄心壮志, 可以大规模做事, 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 即使在必要时, 它也可以从不太可能的来源筹集资金, 但它缺乏广泛的商业合作的生态系统, 知识产权保护, 以及智能的风险投资, 因此无法进行深度的技术合作。 中国强权干预下的经济是没有想象力的俗套的经济, 而高科技的行业则是一种多方位的网络游戏。 美国的政府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轻易挫败, 这家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和5G基础设施供应商的事实, 表明了中国高度集中的高科技行业的脆弱性。 中国电子行业的许多关键组件都依赖于美国、 台湾、韩国和日本的供应商。 但战略技术中最具战略意义的就是芯片, 也就是CPU处理器。 尽管进行了多年的战略投资, 但迄今为止, 中国仍然无法掌握这些高度专业化但无处不在的计算机芯片的生产。 硅基半导体可以用于各种计算机, 包括存储芯片、传感系芯片以及各类其他微处理器芯片。 大多数人都熟悉为智能手机和计算机操作系统提供动力的成为中央处理器CPU的通用微处理器。 但是设备性能越来越依赖于更专业的微处理器, 例如图形处理器、GPU和人工智能加速器AI。 将最先进的CPU现在进入市场如苹果的A14的仿生处理器、 高通小龙的888处理器以及三星的Exynos 1080处理器, 它们包括集成了GPU和AI芯片, 并且也集成了5G的驱动芯片。 在中国, 这些美国先进芯片的唯一竞争对手是由华为自己的内部无晶圆厂芯片设计子公司设计的海斯麒麟9000。 在半导体制造的这种术语中, 无晶圆厂芯片制造商是缺乏自己的制造设施, 即晶圆厂或代工厂。 直到今年, 华为的海斯芯片实际上都是由台积电制造的, 但美国的强加制裁就结束了这样的代工过程。 美国对芯片设计软件和生产设备的出口管制范围更广, 这意味着华为现在几乎没有机会开发自己的先进制造能力。 结果就是麒麟9000芯片实际上已经胎死腹中, 中国最先进的芯片生产厂是总部位于上海的半导体制造国际公司SMIC。 和华为一样, 中芯国际也在美国商务部和国防部的监视名单上, 从而严重限制了他们获取美国技术和资金的机会。 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 中芯国际距离生产像麒麟9000这样的芯片还有很久的距离。 与当今所有旗舰的CPU一样, 麒麟9000是为5纳米硅芯片设计的, 当涉及到半导体时, 这个数字越低越好。 中芯国际目前可以管理的最好的标准制程就是14纳米, 它已经宣布了生产7纳米芯片的计划, 但缺乏制造它们的设备。 为了减少对进口芯片的依赖, 中国在2014年的时候设立了规模高达 220亿美元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称为大型基金,但收效甚微。 如今,中国只有16%的半导体是本地制造的, 而且在每种类别中, 它们都是最不先进的。 去年,中国宣布了第二个大型基金将进一步投资 290亿美元用于半导体开发。 面对美国的积极制裁, 中国第二次能否取得成功还有待观察。 尽管做出了所有承诺的投资, 但中国的芯片制造商和设计师 现在似乎现金短缺, 考虑到华为在美国和印度市场的高度曝光。 华为与深圳政府携手并进并不奇怪, 但是其他与美国关系不大的中国芯片制造商 也面临着财务的困难。 武汉的鸿星半导体制造公司 曾承诺建造中国第一座7纳米芯片厂, 但在今年8月份它的资金用尽, 此后已由市政府接管。 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烂尾工程。 总计划投资1280亿元的武汉鸿星半导体, 是湖北省近两年来新建的一个集成电路项目, 曾被省市两级列为重大在建项目。 从鸿星的官网可以看到, 成立于2017年11月的这家公司, 目标是先后建成14纳米以及7纳米以下的 逻辑工艺生产线, 生产用于手机、物联网和车载装置的芯片。 今年7月的时候, 武汉市东西湖区曾官方发布过一则报告, 称鸿星项目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 随时面临资金链断裂, 导致项目停滞的风险, 但目前在官网上已找不到这一份报告。 存储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科技也是位于受冠状病毒影响的武汉, 该公司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宣布了建造一座世界级价值220亿美元的 闪存芯片代工厂的计划, 但两个月后, 其母公司清华紫光集团为约1.98亿美元的债务, 除了现在已停止的内存芯片项目外, 清华紫光集团还拥有一家芯片设计公司和一个云计算平台, 以及其他的子公司。 然而这并不是第一个与大学相关的知名企业遭遇负债丑闻, 方正集团这个中国最大的校企, 背靠北京大学体量超过3600亿元的庞然大物, 在去年12月甚至在冠状病毒危机爆发之前, 就没有办法支付债券了。 如果中国允许像半导体代工厂和大学研究团体这样的有联系的公司破产, 那么该国的财务状况必须比宣布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所暗示的更为严峻。 实际上如此可怕的是, 上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刚被迫公开警告地方政府, 不要指望央行为糟糕的商业决定提供救助, 例如监管陷入困境的公司或前景不确定的自公司。 在过去十年中, 中国将芯片制造列为民用科技的重中之重, 但对此却无能为力, 甚至在许多领先的公司受到美国出口和金融管制的打击之前, 中国就证明自己无法在相对简单的存储芯片市场上建立竞争优势, 更不要说复杂的微处理器。 随着芯片的设计前沿进一步走到多重集成的道路上, 比如CPU、GPU、AI加速器和无线调制解调器都印在一个只有几分子宽的单晶片上, 中国将发现追上它们将变得更加困难。 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下德国大众以及中国。 杂志The Wire今天一篇文章, 名字叫《大众的全新王朝要来了吗?》 讲述这个德国汽车制造品牌试图在中国重振辉煌的故事。 11月3日, 大众的产品叫做ID4是一款SUV, 正式在中国首发。 这是大众电动车平台M1B, 也就是纯电动车模块化平台在中国的第一款车型。 中国的纯电动车市场竞争最激烈, 市场最广阔, 发展最快, 也是世界第一。 中国是大众的第二故乡, 也是最重要的市场。 2019年大众交付了1097.5万辆车, 其中中国市场占到大众销量的四成, 大众占到中国全部汽车销量的两成。 中国是大众的辅地。 在1978年, 当时的中国机械工业部长周子健没有任何预约, 直接跑到德国大众的总部朗宝谈合作, 拉开了大众在中国攻城掠地的序幕。 在1984年10月的时候, 中国正式和大众签约, 随后几十年就是大众在中国的独角戏。 为了保护大众, 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一直拖了12年, 直到1997年, 美国通用才被允许在中国设成。 而在这个时候, 大众已经稳稳地建立了先发优势, 但是辉煌的历史既是财富, 又是包袱, 无论从现实还是从理念上, 都注定了传统乘用车企业转型的缓慢。 大众是传统乘用车厂商中, 向电动车转型步伐最大, 最激进也是最为被迫的。 2015年, 为了达到美国的监管标准, 大众在车内安装软件, 识别汽车是否处于监测状态。 当车检时会秘密启动进入低排放状态, 实际上, 平时行驶中的排放最高超过美国标准的40倍。 为了消除排放门的影响, 大众付出的经济代价可能高达300亿美元, 是年净利润的两倍多。 大众在燃油车上被打了一击门棍之后, 痛定思痛, 就开始在电动车这条赛道上猛砸资源。 也就是排放门不久之后, 2015年10月, 大众就宣布将打造MEB平台, 并为此投入约70亿美元。 2018年9月, 大众的纯电动平台MEB平台, 在德国的德雷斯顿工厂正式发布, 作为大众在世界最重要的市场, 大众在中国建立了两家MEB工厂, 一家在上海的安亭, 隶属于上海大众, 而另一家在广东的佛山, 是一期大众的合资厂。 而在中国的乌鲁木齐, 大众也建设了一家工厂。 7年前, 德国大众汽车在乌鲁木齐开设生产线, 雇用了数百名员工, 其中四分之一为维吾尔人和极大少数民族。 在新疆, 在教育营事件, 特别是有关当局, 涉嫌强制未经审判的被拘押者进行劳动的文件披露之后, 这家汽车业界的巨头遭到了外界的抨击。 批评者指出, 其对当地有大批人员遭关押而视而不见, 并与官方军事单位进行合作。 德国大众汽车为其在被只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 中国新疆自治区继续运营汽车制造厂的决定进行了辩护。 有证据显示, 数以十万计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被拘押在载教育营中或在工厂中被强迫劳动。 尽管中国坚称该说法不实, 但这些指控仍导致了一些跨国公司切断了与新疆的联系。 批评者认为, 鉴于大众汽车的历史, 它应该有更特殊的道德义务杜绝此类行为。 不过有报道说, 大众之所以要在西部开场是因为大众要在东部的这个佛山 开MEB的电动车生产场而不得不妥协。 经济周刊说, 大众是被中方敲了一剂竹缸。 大众为了获得在佛山开大厂的许可证, 不得不答应中国政府的条件要到落后的西部去开场。 不管怎么样看, 大众作为传统车企巨头, 面对在电动车的市场浪潮, 要成功翻身, 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它的中国市场了。 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根据德国汽车周刊的报道, 大众的汽车首席执行官赫伯特迪斯 在一次内部的交流会中坦言。 特斯拉在软件和自动驾驶方面具有领先地位, 将强大的软件集成到大众汽车的新模型中, 比给汽车通电要困难得多。 为此, 迪斯在内部交流会中透露, 大众正在组建一个新的软件部门, 以实施追赶特斯拉计划。 大众借助电动车成功翻身, 重铸辉煌, 恐怕还是要靠中国。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科技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